我看看企业律师事用 你肯做 你肯做你肯学 年龄不是个问题 企业也不是个问题 自己大了工作不好找 就是年龄歧视还是真的不合适呢 一名网民披露 她四色五岁的妈妈失业后 却因为年龄少共出处复毙 就算她替妈妈许问附近的餐馆 对方也回复想找16岁至29岁的员工 因为四色五岁体力不适合 难道年龄真的是大龄求职者的最大阻碍 就让老板们来说两句吧 我没有学老师的同学 真的要找工作 45做了 40岁到60岁 没有没有 不会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是要请愿老 会老是活的 会做的 我可以45岁 10岁就可以了 可以 年龄我们是不会讲说 几多 不会 对 因为毕竟现在请门也是比较难 可以啊 可以做工作 有机会做嘛 做差不多就有 不懂啊 对不对 如果是有经验那会干 我刚刚请你也有事情 总然之他们可以做了 我们就可以请 你可以请 你要做多少 不需要考虑 你要生活 每个人要生活 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 就是说你一过了 好像四十多五十岁都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工作的能力吗 因为现在的年代 他们有 比较会搭办 你看不出他的能力 最主要他的身体健康 45到60岁还好 他们还有很多年轻 可以做 七十岁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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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亲了 因为他需要生活 我这个做得很久了 但是他已经做了这样多十年 我也是没有给他退休 他可以做吗 他今天都七十多岁 没有理由他可以做我 这样不要做吗 如果他可以做案例的话 到六十岁六十五岁还好 OK 如果是要做能力的话 要抬上抬下 爬上爬下 我们有可能 只要一个六十岁爬上爬下 因为人力大了 可是 然后你这样动作 会不停 因为我需要时间时间 因为我需要动力吃饭 如果是勤劳的 肯定是有点好 不勤劣的 肯定是不好 好缺点就是 比较老一点 优点是他们也会轻一点 会比较赚钱 年纪大的 有点还会比较定 你要从头脚其实很麻烦 他们的动作会比较慢 他们的停车会比较慢 但是要看个人 现在年纪大的 我也不敢讲 因为我毕竟也是 半个四季了 我是从头很大年纪 要退休 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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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那种家族生意 如果是他本身没有什么 学育的话 还是加车条 教育啊 开始送货啊 不要 随地好 都可以找他们 office公司 餐馆也是可以 炒 炒菜 炒什么的产品 因为 消毒员 就比较轻松 当然是可以咯 好像那些 他们死东西 死台 那些是可以咯 你没有去服务 在店的时候 就OK 一过来有十岁 他们不能在台湾 辛苦 塞车 现在都一直变 变来变去 一路 我都不知道哪里去哪里 四十五岁到六十五岁的话 这一群人是可以做的 他们是可以 就因为他们有经验 有餐馆的话 请一个六十岁来做餐馆的话 我可以讲 他的那个risk 的 风险 很高 如果是站在老板那时 肯定要勤劳 不要计较 肯定会比很多工作要更 现在工作很容易找 看你要不要做 经验 经验 礼貌就是最重要 不是讲你岁数 礼貌 和你的能力 现在做工没有不能你的 要看他的性格 他肯做 他肯做 什么都是不难 他不想做嫌弃嫌弃 什么都是很难的 他肯鞋啦 肯鞋 这样肯鞋的话 都没有比比比比的 样子 不要那些 比较来的 要 文文正正的 尤其是门师的 整齐啊 给人家看到比较舒服一点 今年年年 勤劳 今年 没有今天肯鞋 然后肯做 文化 接受批评 技术 教导 这样 最好是他肯鞋 有手艺咯 可以谈谈钢琴 如果我们是做钢琴 这一行 情不是个问题 attitude attitude attitude是很重要 working attitude 是很重要的 嗯 你肯做 你肯做 你肯学 年龄不是个问题 钱也不是个问题 当中宿舍房者认为 彼此年龄 他们更看重于求职者的 工作经验 态度 和能力 所以 甜蜜大并不是最大的阻碍 中国报 听铃声 欢迎铃声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报 听铃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铃声 再多久 一起来